大家好,很高兴大家今晚能够来到这里 这个影片能给大家一个比较基本的对于我们专业的介绍 MMF就是金融数学硕士 MMF项目主要是比较注重数理金融方面的能力 比如说我们比较注重数学和编程能力 我们最后的就业也主要是在资产定价和风险管理方面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集中在数学统计 还有编程一些方面的东西 主要是你要有很强的数学背景作为基础 然后你才能在这个项目中过得轻松一点 这个项目更加趋向于实用性 因为它相比于其他项目更加端小精悍一些 我们一年有三个学期 第一个是秋季然后是冬季然后是夏季 在刚刚过去的秋季学期 我们一共上了大概五门或者五门到七门课程 其中包括数学的基本 数学和统计的一些基本的理论 然后还有金融衍生品的定价 还有它的风险控制 还有以及我们编程的一些课程 大概是这些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面试 至于我们的冬季学期呢 我们将会有一个四个月的实习时间 这个实习是在我们秋季入学的时候找到的 就是在夏季学期呢我们主要就是要找到工作 我们主要是要申请工作 还有就是要学更多的一些内容 更深更广的一些内容 在MMF的生活应该是比较辛苦的 因为我们的我们的日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紧 基本上情况是每最紧的那两三个月 基本上是每天两点到三点钟睡觉 然后在这之前都是做小组作业或project 没有时间就很少有时间去娱乐 但是在中间就是度过了最苦的时间以后 然后会有很多清闲的时光 然后那段时间会玩得很爽 大概是这样子 在我们这个项目刚开始的时候呢 其实还好 大概每天学一学玩一玩也就过去了 不过大概到九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会变得比较忙 可能需要你比较认真的学习 大概一天需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哦 在MMF毕业之后呢 我们基本上可以在投行 在保险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找到工作 MMF的毕业生主要是在银行保险和基金这些公司做事 银行方面主要是五大银行 RPC TD BMO SCOTIA和CIPC 在基金方面多伦多有两家很大的基金公司 一个是加拿大退休基金 还有一个是安大略生教师基金 是加拿大基金的 他们的资产都是很庞大的 然后他们也会提供给 就是新的毕业生很多工作机会 然后还有就是在一些保险公司 比如说Manuel Life和Sun Life 这些地方也需要我们的毕业生 去帮他们做一些工作 比如说Model Betting 还有一些assess and liability management方面的工作 基本上就是在这些岗位 然后如果你有其他方面的 比如说你特别擅长编程 还可以去一些比如说IBM 或者是SP之类的公司去工作 对于那些想要申请MMF的学弟和学妹们 我的建议是你们可以尽早地准备实习 因为在这个项目开始的一个月内 我们就开始去申请实习 MMF的他们会在实习的时候 会给你提供很大的帮助 比如说他们会把你的简历 放在一个网站上 然后放在网站之后 会有其他的雇主 其他的比如说银行基金 他们到HR会来主动把你的简历挑走 比如说如果他们觉得你很适合 他们某一个位置的话 他们会给你发邮件告诉你 什么时候来参加面试 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自己去 注重找一些实习 比如说你可以到一些银行 或者基金的网站上 你自己去偷简历 但是一般项目的话 他们会帮你把这些东西都做好 然后就是给你省了很多的时间 所以说项目在这方面还是很给力的 我一共拿到五个面试机会 其中有三个是Scotiabank 一个是RBC银行 还有一个是Teachers Pension Plan 其中大多数的面试是在Risk Management 然后也有两个面试机会是在前台的Financial Engineering 我们可以我们一般申请流程呢 都是先通过网上申请 我们需要就是上传三封推荐信 一封自我介绍信和一封简历 当然进入这个项目也需要进行面试的 我是在中国进行面试的 是通过Skype这个软件进行面试的 在面试工程中 他们会比较注重你与人沟通的能力 当然也会看一看你的职业规划 也会看一看你是否有足够强的数学和编程背景 在MMF更好的英语表达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相比于其他的项目 你在这里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和老师 以及其他同学的沟通机会 非常感谢大家的光临 如果大家有更多的疑问 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